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关节疼痛、僵硬、肿胀 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你有没有听说过安糖 一种被称为关节润滑剂的保健品 你有没有想过吃安糖能不能缓解你的关节问题 甚至治愈你的关节炎 安糖是什么 安糖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中的物质 它是构成软骨 韧带、关节液等结地组织的基本成分 安糖的作用是软骨提供营养和水分 保持软骨的弹性和润滑 减少骨与骨之间的摩擦和磨损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的安糖会逐渐减少 导致软骨退化、关节功能下降 关节炎等疾病的发生 因此补充安糖被认为是一种预防和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方法 安糖有没有用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安糖的保健品 它们通常以片剂、胶囊、粉末等形式出售 这些保健品声称能够改善关节健康 缓解关节痛甚至逆转软骨损伤 那么这些保健品真的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答案是可能有用 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安糖的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 比如安糖的种类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安糖有两种 盐酸安糖和硫酸安糖 它们的区别在于分子结构和稳定性 盐酸安糖分子较小 纯度较高 但含有氯离子 可能对血压有不利影响 硫酸安糖分子较大 纯度较低 但不含氯离子 且含有硫酸根 可以促进软骨合成和抑制软骨降解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哪种安糖更优越 不同的人可能对不同的安糖有不同的反应 安糖的剂量 一般来说 服用安糖需要一定的剂量和时间才能见效 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 每天服用1500毫克左右的安糖 至少需要三个月以上才能显著改善关节功能和减轻关节痛 如果剂量太低或者时间太短 则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安糖的吸收率 安糖是一种水溶性物质 它需要通过消化到吸收进入血液 然后再通过血液运输到关节处 但是安糖的吸收率并不高 据估计只有10%到15% 这意味着你吃下去的安糖 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到达关节 而且安糖的吸收率还受到食物 药物 年龄 肠道功能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吸收效果 安糖的配物 安糖通常不是单独使用的 而是和其他成分一起配物 以增强其效果 常见的配物成分有 硫酸软骨素 胶原蛋白 维生素非 钙 酶等 这些成分都是构成 软骨和骨骼的重要元素 可以协同安糖修复和保护关节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配物都是科学和合理的 有些配物可能会降低安糖的效果 或者增加副作用 因此在选择含有安糖的保健品时 要仔细阅读成分表 了解其配比和含量 避免被误导或者浪费钱财 安糖对关节是好是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安糖对关节有一定的好处 但也不是万能的 它并不能完全治愈关节炎 也不能逆转软骨损伤 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节炎的症状 延缓软骨退化的进程 改善关节功能和生活质量 而且安糖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 虽然它通常被认为是安全和耐受性良好的物质 但也有可能引起一些不良反应 比如消化系统反应服用安糖可能会导致恶心 胃痛 胃灼热 便秘或者腹泻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这些反应通常与安糖的种类 剂量 服用时间和个人体质有关 为了减轻这些反应 建议随餐服用安糖 并且逐渐增加剂量 过敏反应 虽然很少见 但也有个别人对安糖或者其来源物质如甲壳类动物过敏 过敏反应可能表现为皮肤红斑 皮疹 臭氧 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 应立即停止服用安糖 并寻求医生帮助 药物相互作用 服用安糖可能会影响某些药物的效果或者安全性 例如服用抗凝血药如华法林的人要谨慎服用安糖 因为它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 服用抗来药如多西他塞的人要避免服用安糖和其他保健品 在服用安糖之前最好咨询医生 了解是否有可能发生药物相互作用 以及如何避免或者减轻 如何正确使用安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安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保健品 而是一种需要谨慎使用的物质 为了确保安糖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们需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选择合适的安糖种类 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安糖种类 如果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等问题 最好避免盐酸安糖 如果有甲壳类动物过敏或者肾脏功能不佳等问题 最好避免硫酸安糖 在购买含有安糖的保健品时 要仔细查看标签 了解其来源、成分、纯度、有效期等信息 控制合理的安糖剂量 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 每天服用1500毫克左右的安糖 是比较合理的剂量 可以达到改善关节功能和缓解关节痛的效果 如果剂量过高 不仅无法增加效果 还可能增加副作用和浪费钱财 如果剂量过低 则可能无法见效 在服用安糖时 要按照说明书或者医嘱进行 不要随意增减剂量 坚持一定的安糖时间 服用安糖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 一般至少需要三个月以上 如果期望在短时间内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 那么可能会失望 在服用安糖时 要有耐心和信心 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再评估效果 如果在服用三个月后仍然没有任何改善 那么可能需要考虑换一种治疗方法 或者寻求医生帮助 注意安糖的配物 服用含有安糖的保健品时 要注意其配物成分是否科学和合理 一般来说 硫酸软骨素 胶原蛋白 维生素C等成分 可以协同安糖修复和保护关节 钙 每等成分可以补充骨骼所需的营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配物都是有益的 有些配物可能会降低安糖的效果 或者增加副作用 因此 在选择含有安糖的保健品时 要仔细阅读成分表 了解其配比和含量 避免被误导或者浪费钱财 关节是人体活动的重要部件 关节健康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随住年龄的增长 关节退化 关节炎等问题越来越普遍 为了预防和治疗这些问题 很多人选择服用含有安糖的保健品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安糖并不是一种神奇的药物 它有一定的好处 但也有一定的限制和风险 在服用安糖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它的真相 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 对关节是好是坏 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它 降低健康风险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关节 享受健康和快乐的生活 亲爱的读者 你对安糖有什么看法呢 你有没有服用过 含有安糖的保健品呢 你觉得他们对你的关节 有没有帮助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感受 让我们一起交流学习 谢谢你的阅读和支持